如果一切顺利 瑞士的阳光动力2号 将于今年8月结束环球之旅 可是在此期间 飞行员会吃什么 他们怎样做到睡觉飞行两不误 上厕所又该如何解决 飞机起飞前 瑞士电视台记者在阿布扎比的出发营 采访了Bertrand Bicard 食品在这个盒子里 厕所在这儿 把这个打开 下面就是马桶 这里是备用水 如果想睡觉的话 可以这样 只要自动驾驶仪开着 还是挺舒服的 如果自动驾驶仪没开 就必须自己驾驶飞机 这是不能睡觉 所以为了制造好用的自动驾驶仪 我们特别下了功夫 您竟然在飞行时睡觉 怎么做到呢 您打盹的时候 让飞机自己飞行 我猜想您可能会感到不安吧 对 一般来说会的 可我会利用自我催眠法 让自己远离飞行的压力 稍微放松一下 自我催眠 对这儿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正如Bertrand Picard指出的那样 在阳光动力号上的飞行生活 相当艰苦 也没有美食 他们的食品是这样的 大袋子里是奶酪烤土豆 小袋子里是胡萝卜汤 看起来有点像宇航员餐 不过都能加热 一天下来 这两位飞行员在旅途中 什么都不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